一期呢 他是本身从事的是保险业 那五年前你说 面对爸爸突然倒下 你也是手足无措 是 因为其实说 像我自己本身就是业务员 但其实我还有另外一个身份 就是所谓的家庭照顾者 对 那其实就是有一天 在早上的时候 就是看我爸在椅子上睡觉 那时候其实就觉得说 他只是在休息没怎样 那就在房间就是玩电脑 可是后来听到蹦一声 才发现说 外面发生什么事出去看 就发现说他倒在地上 那第一个是说 因为就把他扶起来嘛 就发生什么事情 就后来发现他一个动作 他在戳右手 他一直在戳右手 然后就发现说好像 事态不对 想说发生什么事情 那我们其实说像 因为从业有一段时间之后 第一直接就是中风 然后问他说到底手行不行 或是说对话意思怎样 第一个当下一定是 直接叫救护车 那送去的时候 其实还可以去做对话 对话都没有问题 可是到医院的时候 他其实开始就是 检查出来发现说 脑中有血块 然后他意识越来越模糊 医生说他有点像是晕车 因为他的血一直在压迫他的脑 所以他就是一直吐 然后慢慢的陷入昏迷 那其实当下的话 其实大概都是一个很恐慌 而且身边没有人 就是只有我送他去 那第一时间一定就是说 打给每个人 就是通知做有这样的情况 那那时候其实遇到 你通知了谁 就是我哥哥 还有就是说 你有几个哥哥 一个哥哥 因为我就就是一个哥哥而已 然后还有其他的姑姑 还有甚至说像 因为我是单亲 所以没有通知妈妈 对 然后因为其实说当下很恐慌 是因为在医院有 像我是在内湖三众 他有一个就是中风 专门治疗区 那隔壁的人 插口话插口 爸爸几岁 爸爸大概五十几而已 这么年轻 对 中风的时候五十几 其实当下的话 就是说在医院 就是旁边就是很多中风的人 就旁边有一个 就是化妆的很漂亮的女生 就是听他讲说 早上去爬山 就倒下去 那那个人就是所谓的脑干中风 你说那个化妆的 很漂亮的女生 他因为爬山脑干中风 对 送到医院来 送到医院去 对 因为那个也看起来 就是也蛮年轻的 然后后来就是听旁边家属 在讨论说 就是所谓的脑干中风 那脑干放风说是没得救 就是只要把管之后人就走 所以隔壁的那个家属 是哭很惨 一直叫人家来看最后一面 那其实说我们当下就是 更恐慌 对 那这时候其实医生有出来 就是说 因为待会要做怎样的治疗 然后手术内容 也要签可能病危通知 然后很多自费项目的通知 那其实现在的时候 就是会更恐慌 因为其实医生当下 说的所有的费用 我们都要使用 因为医生说他 因为他脑部 就是要先把骨头取出来 他说骨头 如果没有保存好的话 到时候脑 头发会凹进去 会凹一个洞 所以要一个自费 类似冰箱 把头骨给冰起来 他说那个要三万 然后又跟你说 什么防沾黏贴片 对 然后还有说 因为还要抗菌的手术 所以零零种种 他就列了 大概十几万的费用给你 那其实说 我们当下真的只能钱 后来医生还说 就是因为他的脑水 又无法排出 要装一个脑式腹枪的引流宿 对 那又有分 自费的跟健保的 他说健保是不能调节 所以如果说脑水异常的话 要再开一次刀 再把那个重新换一次 那可调节说 用磁铁去做调整 对 那我们当然是选择 用好一点 医生一直笑的意思是 鱼里也在笑 鱼里也在笑 一边那的就知道 没有啦 因为现在当然有很多新的东西 是可以用资费的 不过就是说其实在以前没有自费那么多时代 很多病人还是被救活 对 意思是说健保给付的其实也OK的 只是说因为现在有这些新的东西 那有时候呢医生碰到的困扰就是说 当做完了之后 然后你没有跟病人讲 病人到时候说我有保险啊 你当初都没有跟我讲 我可以用很多好的东西啊 对啊 医生其实 所以我们而且现在规定就是说 病人没有签智慧的时候 你要想在开道当中你想要用不能用 所以可能会让病人签了很多 或者到时候选择不见得说每个都会用到 但是有时候医生确实都还是会跟他讲说 我们医院有这些自费的选项 对重点是这样子 但是病人碰到的问题是说 因为当下病人也不是 你说除非说你们自己家里面有一些医疗背景 要不然通常病人一定会说 爸爸要用一定是用最好的 一定签下去之后发现哇怎么费用这么高 还有碰过就是说医生告诉你 比如说刚刚那个防沾黏那种好了啦 那医生也是告诉你 我们医院有这个东西嘛 你要不要用 有时候可能病人没有用 就开完刀之后可能产生一些什么问题 像那个肠胃镜最常遇到嘛 然后可能病人沾黏了 那就开始怪说 我们上网Google说有防沾黏的 为什么医生你在开刀前没有工作 我们说防沾黏 所以有时候 这种东西就会产生一些 感受可能那时候你也很急啦 我讲说内湖三种是很不错的医院啦 那再请教一下 手术或爸爸在医院住了半年左右 说现在有个法律规定是 每间医院只能住28天 这是算是健保补助给医院 所以医生都只会让我们住28天 那28天如果没有排到下一间医院的话 便说我们就要先回家 那其他医院也不会通知你说 一个礼拜后或是哪一天 会有病床 他就是今天早上打给你说 有病床你要不要来 所以其实说 我们如果有在上班的人 其实也是一个压力 便说如果你要随时请假 或是你随时有排好的行程 要忽然做改变 所以其实以家庭照顾者来讲 他也不能去跑太远的地方 所以你28天就 爸爸就会换一家医院 28天爸爸就换一家医院 甚至有可能说不到 可能住20天 下一间医院就通知你说 有病床了 对有病床了 你要赶快先去葬 没错 如果你不去的话就是放弃 他就会说那再通知下一个人 那会 会 住到很偏远的医院去吗 因为其实那时候住到 像刚刚讲的东化北路那间 他在龟山也有一间分院 对那间龟山分院的话 就是专门只有住 他其实那边没有什么医疗行为 所以我们其实住到 最后住到龟山去 对 就是从内湖龟山 或是说像万房 对就几间在那边跑一直 哇那对你来讲也很挑战 你又要上班 然后又要照顾爸爸 然后又到处 这样子转来转去 对 因为变成说就是 除了家里的事情 因为突然找一个人去住院 那当下一定是没人照顾 一定是要先请个看护在医院 但是家里还有一些像奶奶也在家 变成说还要安置好奶奶 那还有工作也要去做负担 所以其实说那时候的心理压力 一定是非常大 非常大 那说奶奶后来又失智 对 因为其实奶奶失智 是在去年才确诊 就算我爸爸中风的 大概五年之后 就换奶奶发生 那其实说刚发生的病情可能 我们可能没有那么观察到 就是 因为奶奶现在九十几岁 他只是说名字会叫错 那我们觉得好像没什么 可是后来发现说 越来越严重 就是说他会把一些棉被 杯子 不管是任何东西 都会把它认成是娃娃 对 变成说他因为有一些像空间 时间 或是说 可能判断不清楚是什么 甚至有时候会觉得说 这里不是我的家 我想要冲出去 所以变成说就是 很多的压力就是一直 层层堆叠 堆叠在一起 那都是你在照顾啊 因为像哥哥的工作 是没办法请假 所以他们会觉得说 业务的工作是最 最弹性 对 最弹性 时间是最自由 所以不管是回诊 拿药 家里买菜 都变成说都是我们 可能做业务的 要比较辛苦 要不要去跑那样子 是喔 可是哥哥也要跟你分担吧 因为他虽然是上班族 对 因为变成说他只能分担 金钱上 因为金钱上他一定会去帮忙 可是时间上的话 变成说就是 我们排时间比较容易 因为他们可能 毕竟上班时间 请假可能会扣全勤 或是怎样之类的问题 哦 这样做件没有比较衰 差不多 因为其实问说 很多同事都有这样困扰 可能家里可能 要来换瓦斯 也是叫业务回去嘛 都是小事也会叫家人去那样子 因为你很弹性 对 因为我们的工作就是 在外面跑嘛 业务就是要一直去拜访客户 那就顺便回家嘛 顺便看一下 家里有什么事情 对 常常有这样的事情发生